欢迎大家收看 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据新闻机构报道 加沙记者与42名亲属一同遇难 在加沙战争爆发一个月后 以色列的最终目标仍然不明确 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 油价放弃了涨幅 以色列幸存者情绪激动地返回哈马斯袭击现场 以色列可能会失去 请大家收看 据新闻机构报道 加沙记者与42名亲属一同遇难 BBC 根据新闻记者保护委员会CPJ的数据 过去一个月是新闻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开始以来 至少有37名记者丧生 其中包括32名巴勒斯坦记者 4名以色列记者和1名黎巴嫩记者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所有记者在死亡时是否正在报道冲突 CPJ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记录记者的死亡情况 在加沙战争爆发一个月后 以色列的最终目标仍然不明确 华盛顿邮报 目前冲突结束后 谁将管理加沙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和困惑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 以色列将在战争结束后无限期负责加沙的安全 这似乎暗示了对加沙的重新占领 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伙伴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 就在一周前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曾表示 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责任是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 拜登政府暗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 在战后可能在加沙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表示 他的政府只会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中返回加沙 许多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年迈 腐败和不受欢迎 无法有效地管理加沙 与此同时 哈马斯领导人警告以色列决定加沙未来政府的承诺 加沙人民对战后可能被剥削表示担忧 并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没有信心 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 油价放弃了涨幅 金融时报 周二 由于对冲基金压住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不会牵扯到石油丰富的邻国 油价跌至两个月低点 布伦特原油下跌3.8%至每桶81.93美元 而美国基准希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下跌3.9%至每桶77.63美元 担心冲突扩大曾导致油价上涨超过10% 接近每桶93美元 然而交易商现在认为冲突升级并牵扯到伊朗等国家的危险性很小 对冲基金也正在退出冲突开始时建立的多头头寸 以色列幸存者情绪激动地返回哈马斯袭击现场 路透社 一个月前在以色列的音乐节上幸存下来的May Hayat第一次回到音乐节现场 Hayat在袭击中躲在舞台下 涂抹一名受害者的血液在脸上假装死亡以便幸存下来 他说哈马斯不是一个自卫组织 而是一个想要杀害以色列人的恐怖组织 以色列的每个居民都是他们的目标 Hayat说 他希望其他国家能在为时以晚之前意识到哈马斯的危险 以色列可能会失去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以色列军队在赢得战争方面有着卓越的记录 他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赢得了常规战争 他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96年放弃武装斗争 自从2006年的一场战役摧毁了真主党以来 他一直在威慑真主党 以色列军队之所以强大 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支持 还因为以色列军队的一切 从其教义、组织和训练到其领导和人员 使其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战斗力量 关于加沙战争的大多数讨论都认为 最终以色列将获胜 对以色列来说 赌注太高了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优势太大了 除了胜利以外的任何结果 都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间范围内 以及以什么代价获胜 然而 加沙战争很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 第一次军队战斗并失败的战争 这种失败 对以色列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并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害 正因为如此 必须考虑这一点 以色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美国自越南战争开始以来 困扰美国的多变的历史 美国军队在黎巴嫩 索马里 海地 结束了没有明确胜利的战斗 但这些战斗规模较小 911事件后的伊拉克 阿富汗和蓄意边境地区的战争 是认真的努力 背后 有大量资源支持 但多年的战斗 数十亿美元的花费 和数千名美国人的死亡 未能取得胜利 以色列人有时争辩说 他们的生存战争 与遥远的美国行动之间 没有可比性 他们还争辩说 与西方国家相比 以色列的公众 在生存问题上 是团结一致的 他们说 以色列将获胜 因为他必须获胜 但如果美国提供的教训是 极弱者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 击退强者 那该怎么办 哈马斯在以色列的野蛮屠杀行为 引起了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比较 但这可能会分散人们 对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 哈马斯的军事胜利观念 就像其他组织一样 完全是为了实现长期的政治目标 哈马斯认为 胜利不是在一年或五年内取得的 而是通过几十年的斗争 来增加巴勒斯坦的团结 并增加以色列的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 哈马斯在加沙围困的人口中 激起愤怒 通过确保巴勒斯坦人 将其视为无能的 以色列军事当局的附属机构 帮助崩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 与此同时 阿拉伯国家强烈远离正常化 全球南方与巴勒斯坦事业紧密结盟 欧洲对以色列军队的过渡行为感到厌恶 美国对以色列的辩论爆发 摧毁了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 以色列在这里享有的两党支持 地区战争的传闻对哈马斯有利 引发了关于与以色列结盟的代价的全球辩论 哈马斯不需要强大来执行这一战略 他只需要坚定不移 他寻求的不是足够的力量来击败以色列 而是利用以色列更大的力量来击败以色列 以色列的实力使该国能够杀害巴勒斯坦平民 摧毁巴勒斯坦基础设施 并无视全球对克制的呼吁 所有这些都推进了哈马斯的战争目标 哈马斯计划在此过程中输掉一系列战斗 就像以前一样 但是10月7日的不可思议的胜利 将激励未来几代 真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取得的小胜利的巴勒斯坦人 虽然哈马斯寻求夺回耶路撒冷 但这个目标类似于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来临 和基督徒对第二次来临的看法 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与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看到他的可能性无关 以色列打赌他 可以尽快杀死足够多的哈马斯战士来取得胜利 然后再解决细节问题 哈马斯的目标是坚定的坚持僵局 以色列应该做些什么来确保哈马斯被击败 有两个相关的事情至关重要 而且两者都不完全是军事问题 首先是赢回全球支持 以色列似乎已经将其交给了一个腐败和暴力的恐怖组织 该组织寻求屠杀无辜者 这在周边国家尤为重要 其中大多数国家与哈马斯一样敌视以色列 当以色列到达寻求从加沙撤军的时刻 尽管最近声称不会寻求撤军 但仍然需要撤军 他将需要埃及 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合作 来指导该地区的重建 这些国家将需要支持物资的流入 提供一定的警察保护 资助重建 并使任何出现的治理结构合法化 以色列还需要帮助振兴多年来 一直在崩溃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虽然这些国家都没有对巴勒斯坦事业深入承诺 但他们都对以色列对阿拉伯生命的漠视感到愤慨 他们将不愿意跟随以色列坦克进入 也不愿意保护以色列免受自己行动的伤害 他们不急于承担加沙的责任 但他们可以在加沙推进一些自己的利益 并防止威胁在那里扎根 以色列现在应该直接与这些政府进行接触 他需要确保他们感到被听到 开始说服他们 如果他们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 稳定的加沙是可能的 并说服他们 稳定的加沙将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部分与此相关 即以色列需要将哈马斯与周围的人口分离开来 并确保无论从这场战争中出现什么样的巴勒斯坦团结 都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替代哈马斯的组织 以色列的目标实践在这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从现实角度来看 那个替代组织或运动 需要可靠地推进巴勒斯坦人对繁荣和自觉的愿望 如果大量巴勒斯坦人感到他们面临的唯一未来是痛苦 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将寻求使他们痛苦的人也痛苦 共同的项目 尊严感和行动感在激励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暴力武装组织是追求这些东西的唯一途径 那么这些组织将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享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以色列将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巴勒斯坦运动 一个有时能够对抗以色列的运动 而不仅仅是向他投降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马哈茂德 阿巴斯的领导下在这方面失败了 因此阿巴斯的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个位数 前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阿米 阿亚龙认为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政治前景 但他的范围更广 巴勒斯坦的痛苦有很多形式 巴勒斯坦人对此负有责任 但他们必须赶到他可以结束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刚刚在中东花了大部分时间 推动这些想法和其他想法 但他似乎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以色列似乎非常注重战斗模式 如果以色列的公开声明是任何指示 他对于获胜的样子没有给予足够的思考 布林肯也无法改变他的视野 据报道 哈马斯计划了他在10月7日的行动 数年来对自己的成功不确定 但对以色列的反应相当确定 以色列不能承受输掉一场战争的代价 但在努力取胜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输掉战争 乔恩·B·奥尔特曼 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 担任资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 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讲座 是该中心中东项目的主任 为什么拜登经济学不起作用 华盛顿邮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莉莎 库克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 未能赢得美国人民 对其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 因为他们是消费者 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家 库克表示 尽管拜登和宏观经济学家 正在寻求通货紧缩 但消费者却希望通货紧缩 因此 美国人民感到不满 因为他们希望物价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拜登曾表示 通货膨胀已经下降 但库克澄清说 虽然这是事实 但是这是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放缓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解决方案是什么 华盛顿邮报 随着以色列继续对加沙 进行轰炸和地面入侵 全球领导人重新提出了 两国解决方案的想法 拜登总统表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他说在危机过后必须有一个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的愿景 其中包括两国解决方案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也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讨论了两国解决方案的长期目标 然而 一些学者表示 两国解决方案越来越不太可能 两国解决方案面临重大挑战 包括边界应如何划定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问题 以及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 一些学者提出了替代方案 如联邦制或共享 重叠或我们所称的平行国家的混合模式 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交点小组中 对两国解决方案和联邦制都存在重大反对意见 但一些学者仍然认为这个概念是可行的 法国外交部表示 已从加沙撤离了100多名国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中 法国成功撤离了100多名法国公民 法国外交部感谢埃及当局 在撤离行动中的帮助 并承诺增加对加沙人民的人道援助 以色列战争厌倦的市场 开始吸引投资者回归 路透社 投资者正逐渐回归以色列金融市场 因为以色列谢克尔和股票正在复苏 该国货币已经收回了上个月 哈马斯枪手袭击后损失的5% 尽管股票和债券价格 一直在恢复 但仍存在风险 因为主要的市场风险指标 仍在发出警告信号 以色列央行已经实施了知识措施 避免降息 央行行长阿米尔 亚伦表示 经济应该会像以前的冲突一样反弹 国防部长表示 以色列军队位于加沙市中心 路透社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军队目前正在加沙城市深处进行行动 针对哈马斯恐怖分子及其基础设施 他表示 以色列没有意愿在战争结束后 统治巴勒斯坦飞地 加兰特将加沙城市描述为 人类建造的最大恐怖主义基地 并强调地下隧道的存在 这些隧道用于武器库和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 当被问及战争结束后 谁将统治加沙的计划时 加兰特表示 既不会是哈马斯 也不会是以色列 留下了其他可能性 他还重申 以色列呼吁巴勒斯坦平民 为了自己的安全 而迁往加沙南部的要求 十一分之九 永远不会发生 当情报失误导致灾难 澳洲 ABC 最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引发了人们对于哈马斯 如何在10月7日的袭击中 出乎以色列意料的质疑 尽管以色列拥有强大的情报能力 本文认为 突袭并不总是出乎意料的 它们往往是情报失误的结果 文章提供了几个情报失误的例子 包括911袭击 珍珠港袭击和伊拉克战争 就最近哈马斯的袭击而言 文章认为 以色列的情报优先级错误 并且它们 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渗透哈马斯 此外 哈马斯给出了明显的警告信号 比如建造了一个模拟的以色列城镇 并对其进行了数周的攻击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因袭击发生在他的任期内 而受到批评 并回应称责被情报首脑 以色列 加沙战争的照片 捕捉了一个月的痛苦和毁灭 华盛顿邮报 这篇文章讨论了 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 文章强调了 战争对平民人口的毁灭性影响 已有超过一万人丧生 还有更多人受伤 文章还提到了人质问题 哈马斯巨性绑架了约240人 包括外国公民 虽然一些人质已经被释放 但仍有许多人失踪 他们的家人迫切希望他们安全归来 加沙的人道主义形势十分严峻 医院物资短缺 水和食物也供不应求 以色列的空袭也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许多建筑物被移为平地 文章指出 这场冲突已成为几十年来 记者死亡最多的一个月 至少有37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丧生 紧张局势不仅限于加沙 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 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 尽管呼吁停火 但冲突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美国白宫反对以色列 占领战后的加沙地带 路透社 白宫表示 美国将反对以色列 在冲突后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强调 尽管以色列和美国是朋友 但他们并不需要在每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多年来 以色列一直在朝着某种灾难的方向及时 现在 愤怒的目光集中在驾驶座上的那个人身上 澳洲ABC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 和要求辞职的呼声 这是在以色列政治危机和对以色列防御的破坏 持续一个月之后 内塔尼亚胡被指责 通过推动对以色列司法系统的 改革和加剧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 为当前危机做出了贡献 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对哈马斯最近的袭击负有责任 这导致了对总理的支持下降 目前尚不清楚 内塔尼亚胡是否会对这些事件负责 这场危机有可能标志着他领导生涯的终结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血腥战争进入第二个月 澳洲ABC 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进入加沙城 坦克仍然驻扎在城市郊区 准备对加沙城市中心进行冲击 以色列此前表示已经包围了加沙城 该城市是加沙地带230万人口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所在地 以色列将很快对其发动攻击 以消灭那里的哈马斯战士 以色列国防军IDF指挥官亚伦 芬克尔曼少将在边境附近告诉记者 每天每小时 我们的部队都在消灭武装分子 揭露地道并摧毁武器 继续向敌人的中心推进 哈马斯的军事一称 正在对以色列军队进行重大损失和破坏 无法验证双方在战场上的声明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聊聊 最近关于以色列和加沙的一些新闻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记者们在冲突中所面临的困境 据报道 过去一个月 是新闻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至少有37名记者丧生 然而 我们要注意到 并不是所有的记者在报道冲突时丧生 这也是新闻记者保护委员会 CPJ 自1992年以来 一直在记录记者死亡情况的原因 接下来是关于加沙战争结束后的管理问题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 以色列将在战争结束后 无限期负责加沙的安全 这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伙伴的关注和警告 然而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 阿巴斯表示 他的政府只会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中返回加沙 这表明加沙的管理问题仍然复杂 此外 尤加在冲突开始后出现了下跌 这是由于对冲基金压住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不会扩大到其他国家 因此 投资者逐渐回归以色列金融市场 在这场冲突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幸存者的故事 有人回到袭击现场 表达了对哈马斯的不满和对以色列的支持 还有人呼吁其他国家意识到哈马斯的威胁 最后 我们也要关注以色列面临的一些挑战 虽然以色列军队在历史上有着卓越的记录 但这次冲突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失败的战争 这对以色列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并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害 因此 以色列需要赢回全球的支持 并将哈马斯与加沙的人口分离开来 同时寻找一个强大的替代组织 来推动巴勒斯坦人对繁荣和自觉的愿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是六博士 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不论 不论